英王查尔斯积极抗癌 但是美国的八卦杂志在这两天却踢爆 他罹患的是癌王胰脏癌 寿命可能只剩下两年的时间 甚至王室现在也已经开始安排丧礼 但查尔斯31号仍然出席复活节礼拜活动 这也是他2月初宣布离癌之后 首度在王室活动中公开献身 75岁的英王查尔斯宣布离癌之后 31号终于首度公开献身 他跟王后卡米拉搭车抵达温莎堡 圣乔治礼拜堂 离开的时候还特别跟等候的群众握手之意 他看得很棒 他看得很棒 他说快乐 所以他很棒 他正在接受这个治疗 查尔斯积极抗癌 但美国的八卦杂志却爆料 他罹患的是癌王胰脏癌 寿命可能只有两年 王室甚至已经开始安排后事 查尔斯因为还在接受癌症治疗 为了避免感染 于事之中必须跟王后卡米拉 以及其他的王室成员分开做 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 也为了爱欺凯特离癌 两人都没有现身 已经脱离英国王室的哈利王子 5月8号将前往文敦 出席布区布劳运动会十周年的活动 王室专家透露 这是哈利友王跟父王查尔斯 简短正式的会面 但必须遵守一系列严格的规定 全米里编译